哈囉大家好我是犬犬 我們今天要來抽聖誕節禮物啦 大家領到的糖果裡面的卡片應該都沒有丟掉吧 你們看一下卡片後面的數字 那就是你們的號碼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抽這些號碼 我們這次總共送出了160包糖果 那我們就從160包裡面抽出4個號碼 我們先來講一下我們今天的獎品喔 我們這次的獎品有這兩個 是在寶可夢中心購買的 限定版皮卡丘 那再來我們感謝全民多訊 贊助我們這兩隻小球拍 可以抽送給大家 那麼在抽獎之前說明一下抽獎的機制跟規則 那首先呢我們在包糖果的時候 我們是先寫好1到160號的數字卡片 然後我們卡片是隨機去放到糖果包裡面去的 所以我們在放糖果的時候是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數字的 再來我們在送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對方拿到什麼數字 再來等一下我們要抽的時候 我也不會知道是抽到什麼數字 所以我相信這個抽獎是公平的 那我們就來先講一下規則吧 那我們第一點 得獎者需要在今年年底聯絡選選喔 如果沒有在期限內領取獎品的話 就失去資格了 再來就是 東西寄送的方式我們就是採電到店 阿如果你是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用郵局的方式去做擊送 這樣沒問題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抽這個 全民多訓贈送的小球拍 用藍色手把的 來那我要抽囉 1、2、3 來 14號 來14號 恭喜14號獲得我們這個藍色手把的小球拍 那我們現在要抽這個 黑色的 黑色的小球拍 準備要抽囉 1、2、3 那恭喜14號獲得我們這個 黑色的小球拍 我們現在來抽這隻有穿著衣服的 青梅皮打球 那我準備要抽囉 1、2、3 1、2、3 146號 那恭喜146號獲得我們這個穿著衣服的 青梅皮打球 那我準備要抽囉 限定版皮打球 接下來是這隻 我們要抽這隻 他戴的眼鏡喔 是台灣的鳳梨喔 他背的一個 這個是三組啦 前組組啦 這也是這次寶可夢中心的開幕限定商品喔 那我們現在來抽這隻皮打球 那我們要抽 1、2、3 109號 恭喜109號獲得我們這個 寶可夢中心開幕限定的皮打球 恭喜以上4位得獎者 記得在年底前一定要聯絡我 透過FB或是YouTube留言都可以 那沒有抽中的人也不用灰心 因為我們的抽獎活動不會只有辦這一次 但是感謝大家的支持啦 但美少女的活動啊 或是其他什麼很多活動 我其實都玩的蠻開心的 自從開始做頻道也認識了蠻多人的 我也真的很謝謝你們這樣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讚分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幫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有最新影片你才會收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